我从山里看着水流磅礴 阳光也照耀我的胸口 寒在花落 瞬间蒸发成勇气笑容 前方的路我不怕多崎岖多难走 我看一张一张天真面孔 青春无敌放不下执着 大声失控 人有爱也有痛 决定一个梦 我就要放大到整个地球 Free world 请为我加油 要做自己最完美的英雄 重播每个慢动作 你绝对不是贵手 凭着情绪冲破 胜利追来碰碰 Free world 会为我感动 要做自己最骄傲的英雄 热情会远远传送 到世界每个角落 开始第一秒钟 我要坚持到最后 少爷 我们赶快回去吧 要不然太太会骂啦 我不要 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练球 不行 把球换给我 把球换给我 你合恩胃 我推给你好不好 不要 把球换给我 那 干什么事 他捡到球 不还我 还说要用头都给我 我才不要呢 为什么 杰伦 我们不能再去要练球 都是他媽媽害的啦 沒關係 教練處理 欸 你看 教練去教訓他耶 嗯 教教練把他趕走了 真的討厭 小姐 你喜歡棒球嗎 嗯 大家聽著 只要有人是真心喜歡棒球 想要和我們機器國小少幫隊一起練習 我們絕對不會拒絕任何人 大家都要真心誠意地接納他 懂不懂 懂 話我先摔在前頭喔 我們練習很辛苦的喔 我不怕 你旁邊那個人 幹嘛一直幫你撐傘啊 因為我媽媽怕我曬太陽曬到昏倒 你會昏倒 不會 沒有 球給你 阿圓 你跟小潔同一組 帶他去旁邊練傳接球 是 教練 小潔跟我一起練 好 來 趙雷小心太陽的大 好嗎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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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點 来 少爷 少爷 你怎么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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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你怎么了 少爷 少爷 小杰 小杰 你怎么样 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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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 小杰呢 教练 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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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妈担心死了 你怎么样啊 你怎么跑出去了呢 医生 少爷的状况怎么样 病人需要好好地休息 而且依他的身体状况 他不太适合打棒球 小杰 你去打棒球了 我当然知道他不能打棒球 你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怎么做的 让个小孩子出去打棒球啊 陈女士 真的很抱歉 关你这一点我们一定会好好检讨的 你先出去吧 你是怎么照顾少爷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管用什么方法 就是要把他带回来的吗 对不起 夫人 我 为什么让他跟你们一起练球 我不知道他身体这么不好 你是故意想让我儿子发病的吧 陈会长 你误会了 你误会什么 因为我反对学校 提供资金给少帮队 所以你就用这种方法来报复我 你不要误赖我啊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报复我 我就是反对棒球 你把别人家的孩子操练到受伤就算了 现在动到我们小杰头上 你等着吃官司吧 你要告我随便你啊 只是我要告诉你 是小杰自己来参加棒球队的 因为他跟你不一样 他是喜欢棒球的 他甚至愿意冒我生命危险来参加棒球队 我很感动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过从他的眼神当中我看得出来 他是用生命在热爱棒球的 你胡说 小杰才不喜欢棒球呢 妈 是我自己不好 我曾经和大家一起练习 面倒昏倒 请你不要怪酒练好吗 小杰 你乖 好好养病 这件事情 妈妈会处理 陈会长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你要这么讨厌棒球队的人 或许你有你的苦衷吧 但是我只想告诉你 小杰用生命热爱棒球 身为教练的我 我发誓我也一定要带棒球队出去比赛 不管你怎么样反对我 我一定会坚持到底 哎哟 齐盛啊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不是我爱说你呢 你怎么会异想天开 让小杰加入棒球队呢 哎哟 齐盛啊 还有啊 你把那个叫什么小杰的咩 还给他训练分岛哦 我看那个陈会长现在哦 恨死我们棒球队咯 我哪知道他身体那么差啊 我一听说他是会长的儿子 想说老天爷送棒球队一个大礼物 如果拉拢他一下 说不定会长还会支持我们棒球队啊 所以才让他一起练习的啊 齐盛啊 你有这种想法 怎么都不先跟我讨论一下呢 你看啊 我就知道你会弄巧成左 这种机会不是常有的耶 如果换做是你 你一定也会这样做的 哈 你们两个都跟我们公帝啦 不要再把骨瘦皮没买啦 做大事都跟我们传当啦 这种台狼人去打球犯蛇贏 不过在人情愚意啊 就较得得着人 所以他要决定什么事情 要够巧入五分钱啊 这个是狗粮 这个是老师 他要救对是不是会好啊 就要看你们两个 比较快要打招呼 阿公 有没有救灾 阿后米啊 有没有救灾 这样的我救灾 我救灾 我救灾 好 我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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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救灾 我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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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灾 我们去救灾 我救灾 還有 做飯菜給弟弟妹妹吃 知道了 阿公 想吃爸爸的事情 謝謝你原諒他 夫妻 你不用客氣 我們都同一人 真請大家過頭好過 阿公 謝謝 不會啦 那我先走了 好 好 校長來了 陳委長 校長 校長好 小姐好 我是特地來看小潔的 小潔 這送給你 你要好好養病 把病養好了 趕快到學校上課 好不好 好 謝謝你校長 校長 你何必那麼客氣 還帶禮物來 哪裡哪裡 哇 媽 你看 是棒球兒 不可以 小潔 媽媽是替你身體著想 為了你好啊 少爺 吃藥了 我不吃 小潔 你怎麼可以不乖乖吃藥呢 小潔 我可以不吃藥啊 媽 你答應我一件事 我才乖乖吃藥 你說 媽媽答應你 讓我吃藥球 媽 你說要答應我的喔 好 媽媽答應你 校長 您明明知道 我反對小潔接觸棒球 為什麼您才需要送他球呢 因為我看得出來啊 他真的很喜歡棒球 而且你剛剛不也答應他 讓他去練球的嗎 那當然不是真的啊 如果我不讓他去打球 他怎麼會乖乖吃藥 不 這樣 那如果小潔以後出院了 他真的要去打球怎麼辦 走一步算一步了 我現在沒有心思考慮這麼多 陳委長 有些事啊 我不知道該不該講 校長 您請說 根據我的觀察 其實小潔想要的很簡單 就跟一般小孩一樣 希望能夠自由自在地 跟朋友打打球 四處跑跑跳跳的 就這樣 我當然希望 他可以跟一般小孩一樣 可是他的病 整天讓我提心吊膽的 我又有準備一份禮物要送你 這本書 是鄭峰喜先生寫的 汪洋忠的一條船 送你 謝謝 我有聽過他的名字 這位鄭峰喜先生 一出生就成長 身體非常弱 可是他靠著自己的信心 一步一步勇敢地完成自己的夢想 雖然小潔身體也有缺陷 但是總有一天 他必須獨自面對自己的人生 你不可能保護他一輩子 我能體會你對他的苦心 但也希望你能考慮考慮 在合理的範圍內 能給小潔多一些的自由 透過適度的運動 我相信 對小潔的身體 也會有幫助的 對小潔 小潔 妳一個頭球不會無聊 不會 這是爸爸教我的第一個動作 他說如果要讓別人追住你穿著球 就要先接住自己丟著球 那爸爸還教了妳什麼呢 爸爸還教我穿球和頭球 我都沒有忘記 媽 妳還記得每天下午 爸爸都會陪我在院子裡玩劑頭嗎 媽媽當然記得 自從爸爸去平堂以後 已經好久沒有人陪我練球了 媽 我好想爸爸 媽媽也是 我今天來是想跟校長 教練 還有兩位老師 說一下我對少幫隊的看法 請說 陳會長 我同意恢復少幫隊 怎麼會突然有這個想法 其實這不是個突然的想法 我一直認為 學業才是小朋友們應該認真去做的事 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 可是這幾天我想了想 我發現 對於少幫隊的小朋友來說 打棒球就是他們想做的事 陳會長 我代表棒球隊跟你說謝謝 不用客氣 請坐 我還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會長 你儘管說啦 我的要求就是 必須讓小潔加入棒球隊 我拒絕 我拒絕 為什麼拒絕 我這個要求過分嗎 我不讓小潔加入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身體 如果他再昏倒一次呢 我想在場的各位 包括我在內 沒有人可以負責的 現在最重要的是 讓小潔加入少幫隊 只要小潔可以加入 錢不是問題啊 錢才是最大的問題啊 你以為所有事情 都可以用錢去解決嗎 我們擔心的 是小潔的身體狀況 不是錢 好了好了 我想這樣談下去啊 是不會有共識的 身為校長 我覺得我必須聲明我的看法 起勝 不啊 你們兩位對棒球隊的盡心盡力 我都看在眼裡 而且我非常的佩服 也非常的感動 棒球隊代表學校 出去參加比賽 爭取榮譽固然重要 可是他們學業成績也很重要 如果學校恢復了少幫隊 但是他們成績永遠不及格 只會打棒球 那麼畢業了以後 很容易會被社會淘汰 這樣棒球隊存在有必要嗎 如果 如果我來當小老師呢 只要讓我加入棒球隊 我不一定要當球員 不一定要打球 沒有 我在班上考試都是前三名 我願意當大家的小老師 只要讓我成為少幫隊的一份子就好 陳委長 你確定同意恢復少幫隊了嗎 我同意 而且我願意捐出後山那片地 給大家使用 好 我也同意 先恢復少幫隊 不過有個原則必須要先跟你們說清楚 棒球隊下個月能不能代表學校出去參加比賽 必須以他們的學業成績來做決定 也就是說 全部的人都要及格 我才會同意他們出去參加比賽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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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九 沒有空去 沒空 敬禮 加油 各位老公 各位 尊布一個好消息 校長呢 已經統一我們恢復少棒隊 以後我們將可以代表 集齊國小出去比賽了 而會長呢 也相當支持我們 後山那片空地 以後也會是我們的練習場地了 大家好 大家來喝飲料 好 小潔 不用考的 你先把東西搬下來 是 小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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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小潔 小潔 你們好 各位同學 除了飲料 我跟小潔 還帶了另外一項禮物來送給你們喔 我們要謝謝會長長期贊助我們棒球隊 今天會長帶來的禮物就是 一百顆星球 超水 我們要高興 謝謝 謝謝 我們要高興 我們請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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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树 油水了 趕快鞋 趕快鞋 阿树 我們現在在考試 怎麼在睡覺 而且還把便當打翻 我看你中午是什麼 老師 對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打瞌睡的 中午來辦公室找我 阿树老師 在開考卷 對 這是我們今天的小考 大考怎麼樣 有進步嗎 預考就要來了 我擔心那些不及格的同學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 從新組隊去比賽了 你還笑得出來 難道你一點都不擔心嗎 當然擔心 要是組不出球隊去比賽 我的工作就不保了 我笑是因為你 因為你以前總是反對 現在卻比誰都還要關心棒球隊 能夠讓反對棒球的你 喜歡棒球 就算組不出球隊 我也沒有遺憾了 那不行 我一定會想辦法讓全班成績及格 既然大家已經這麼辛苦練習了 我們既起國橋 就一定要出去比賽 不達成目標 我是絕對不會請你放棄的 我果然沒有看錯人 你真的是有毅力 又不肯認輸的人 哪像我 常常半土而廢 要不是小時候 一直被教練抓在棒球隊 現在的我早就變成太保了 現在的我早就變成太保了 衛婷 你真的不想當領隊嗎 你看 有這個熊壯威武的教練 加上你這個聰明可愛的領隊 我們絕配嘛我們 我才不跟太保配在一起呢 你們剛剛在談什麼啊 我怎麼好像聽到什麼 什麼在一起的 沒有啦 我們在討論今天的小考成績 怎麼了呢 考得不好啊 是考得不好 尤其是阿蘇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你看 兩分 這阿蘇成績不好 怎麼連運氣也這麼差啊 選擇題這麼多題 居然才猜中一題 我去猜都比他厲害了 我去猜中一題 我去猜中一題 很累 安排 小吃 你想想要小吃 現在的小吃 做飯 你不懂得放浪體 今天就要放浪體 阿蘇,你幹嘛考試還打瞌睡啊? 我又不會寫,又不小心睡著啦 你都沒有讀書喔,你這樣成績不及格 怕大家不能去比賽的啦 你亂說什麼,我已經努力看書了 那你還不會寫? 我,我怎麼知道,你也沒多厲害 不然,你都有學完嗎? 我哪有你笨,考試還打瞌睡,笑死了 你亂講什麼? 我說你笨啦,你考試目擊格 害大家不能去比賽,你不是笨是什麼? 你們不要打瞌睡笨了 不要打瞌睡,不要打瞌睡 你在做什麼? 你們為什麼在打架? 老師,我只是跟他說考試要認真 不要打瞌睡,他去打人 老師不是說過不可以打架嗎? 你都忘啦 他先罵人啦 哪有,是你先動手的耶 好啦,不要再吵了 放學後再來找老師 阿蘇 我不想理你了啦 我又不想理你了啦 你什麼了不起 好啦,阿蘇 我們也回去吃飯了啦 我媽媽今天準備要人多餐耶 我分一點給你吃好不好 我,我不餓啦 要吃,你繼續吃 老師,我現在還要去找老師 報告 進來 老師,我要在哪裡罵站 今天啊,先不罵了 阿蘇,我問你 為什麼你的便當是空的 因為,我姐姐今天急著去 再裸個做生意 所以,她忘記幫我準備便當 可是,我姐姐有給我跟娜娜錢 她要我們去大雄家,買饅頭吃 老師,你看 我姐也有給我五角 那你們為什麼不先買饅頭到午餐呢 因為,姐辛辛苦苦賺了的錢 我們捨不得用 先坐吧 先吃飯 這些菜啊 都是從韋婷,布阿老師 還有教練的便當裡面湊出來的 不知道你們喜歡吃什麼 不過,你們肚子應該都餓了吧 餓了趕快吃 謝謝老師 怎麼了 我們吃不習慣啊 不然,妳跟老師說你們喜歡吃什麼 明天老師幫你們準備 對啊 趕快吃吧 這樣子下午上課才會有精神 才不會打瞌睡 上課要專心踢課 功課才會進步 老師 對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害大家的 而且我已經認真讀書了 成績還是一樣很差 不知道該怎麼辦 阿蘇,妳不用擔心 教練已經想到一個快速提升成績的好方法 快速提升成績的好方法 真的嗎 不啊 不過我需要妳幫忙我 沒問題啦 大家注意 我有重要事情宣布 為了加強你們的功課 從今天開始 你們要一邊複習功課 一邊練球 一邊練球 聽到沒有 老公 教練 怎麼一邊練球 一邊複習功課 手腦併用啊 現在呢 我每一問一個問題 就會丟一顆球 接到球的人就要馬上回答問題 準備好了嗎 請問 一個三角形當中 最少有幾個銳腳 阿蘊 楊哥 很好 就像這樣子耶 聽懂沒有 台灣第一條鐵路 是從哪裡到哪裡 大熊 唉唷 好痛喔 大熊 你要注意看球啊 你平常不是都見得到 老師 這題好難喔 我不會 好啦 還是剛剛一樣的問題啊 台灣第一條鐵路 是從哪裡到哪裡 阿蘇 阿蘇 你不要光只是接球啊 也要回答問題 老師 對不起 我忘記你給我 問什麼題目 阿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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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喔 我們要用喜悅 這兩個字啊 來造句 半毛 你先 我天天打棒球都很喜悅 很好 那下一個啊 改造 換你 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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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蘇 你怎麼造 喜悅 我抓到你作弊我就很喜悅了啦 因為我可以罰你做福利挺身 轉 福利挺身二十下 大熊 換你 用喜悅來道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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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 我吃 我想到了可以先換我嗎 好 跟哪兒先 我只要吃到饅頭就很喜悅 很好 老師 哪哪特用我的 用你的用你的 你不會想新的啊 我 我想不出來耶 想不出來啊 想不出來啊 一樣 坐在福利挺身 做到你想出來為止 啊 快一點 你這樣子做好嗎 這叫手腦病用啊 用他們最熟悉的動作來幫助記憶 一邊練球 還可以一邊複習功課 有什麼不好 布啊 你也覺得這樣子做好啊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啊 以前我竟然都沒有想到用這個方法啦 現在喔 起身還先想到了啊 可是 我擔心他們這樣子 練球與課業 會兩頭空耶 他們既沒有辦法專心練球 也沒有辦法專心讀書耶 維丁 你相信我一次 我一定會在最短的時間內 讓你看到成果的 好 起立 立正 敬禮 老師 好 好 坐下 老師知道你們昨天一邊練習 一邊複習功課對不對 對 對 那老師今天來檢驗一下成果 抽問一下好不好 好 好 那請問 台灣第一條鐵路的範圍是什麼 老師好 好 好 大家都很有信心耶 那我請 請阿蘇來回答 是 就是昨天大羊肉街的那一球啊 是 是 台北道 古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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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啊 我想下來了 是基隆 是台北道基隆 阿蘇你答對了 這是你第一次答對老師的問題 等一下老師送你一支鉛筆 耶 老師 阿蘇 昨天起身教練教你們的方法 你覺得你會比較容易把書背好嗎 好像是吧 可是我還不太習慣耶 覺得 覺得 頭跟手 都不聽我的話 好像 連不起來 也許 起身教練是對的 謝謝你們來看我 又是阿公載你們來的嗎 不是 今天是教練載你們來的 真的喔 謝謝教練 這沒什麼嘛 大家都希望你趕快好起來 這樣子 才來操場陪我們一起打球啊 小姐 你媽媽今天怎麼不在這裡啊 我媽媽看到她這個球衣很破爛 所以跑回台北幫大家找新球衣了 新球衣 謝謝 這邊是醫院 要靜一點 吵到別人 對了阿蘇 你有沒有練習數學 哎呀 不要怕啦 告訴你喔 今天我發明一個新的方法 一邊練習 一邊複習功課喔 真的 我也要學 你們教我 好不好 好 那我來教你 我問問題 在你這道球的時候 要回答問題 好 請問 六邊形的內角合是幾度 720 安靜 換我問 換我問 好啊 小姐 我問你喔 那個 台灣第一條結論是從哪裡到哪裡 台北到基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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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啊 雖然你不能跟大家一起練球 不過大家都幫你當成是隊員 所以我們大家是同一隊的 你一定要趕快好起來 要加油 好不好 謝謝教練 來 伸出你的右手 大家 一起幫小姐加油 準備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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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我們要上班 上班 上班 你不能進行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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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小姐 在這裡 你不能進行 很準確嗎 干嘛?走开啦,走开,我要练球啦! 练球,练什么球? 每天到晚都在练球,练球有成转吗? 我们到四家园去工作! 走开啊,我不要! 不去,走! 走! 走开啊,我不要! 给我走! 不要去了! 跟我走! 你们不要上楼梭了,走! 走开,走开啊! 哎,齐盛,我发现其实阿苏的记忆力不错,但是他真正的弱点,是他对他自己的学业没有信心。像你来长期的恶性循环,他阅读就越觉得困难,之后就失去信心,所以他才会成绩不好。 哦,我抖了,就跟投球一样嘛,如果阿苏在投球球上越有自信,他的球就会投得越好。 所以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心理的问题,只要克服心理这一关,他的成绩一定会进步的。 没错。 教练,教练! 爆了! 怎么了?发现什么事啊? 教练,阿苏娜娜被他爸爸抓走了,还在我们面前打他。 什么? 今天怎么练球练这么晚? 姐,我们没有去练球。 没有练球?那你们去哪里?脸还弄得这么脏? 爸爸抓我们去城市酒。 什么? 我们不想去。他也动手打我跟娜娜。 好啦,你们一定很饿哦。那先吃地瓜了。 姐,我不饿。我吃不去啊。 你为什么抓阿苏娜娜去做工? 他们年纪还那么小,怎么受得了做那种工作? 你给我少啰嗦。 你叫阿苏娜娜去做工,那他们做工的钱呢? 你是不是又拿去喝酒了? 你说什么? 我是你爸爸。 你还敢说你是我的爸爸? 你自己看到我们吃的是什么? 三个人吃一个番薯? 你逼他们去做工,赚钱你拿去买酒喝? 我去泰鲁哥跟人家拍照,辛辛苦苦苦赚的钱,你还拿去买酒喝,拿去赌博? 我们是你的亲生小孩子。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对我们? 你闭嘴。 爸,你怎么打极? 你... 我不用挡这件。 不用挡这件。 你在干什么? 你是谁啊?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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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管... 我们家的事。 我和你,我要找妈妈。 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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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哪里啊? 阿苏! 我和他! 我和这个家! 阿苏! 我要去找我妈妈! 你不要去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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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八分 怎麼會這樣呢 你們沒有辦法從竹棒球隊 因為阿蘇差兩分才及格 我剛才看你拿這個木棍當球棒在揮 你想不像學生去的姿勢啊 從來沒想過不能再和你牽手 回去時候沒有你陪著我心頭 一切都是我太過驕奏 以為你會懂 一直忘了說我有多感動 我知道你還是愛著我 雖然分開的理由我們都已介紹 你知道我會有多難過 所以即使到最後還微笑著要我加油 我知道你還幫不上我 才會在離開時閉著眼沒有回頭 等於你我會好好過 不讓這些眼淚來流 謝謝你 大家在這邊 謝謝你 謝謝 謝謝